依人格與社會心理學表示 觀察臉部就能夠判斷經濟狀況 請問可以從五官的哪裡做判斷呢 眉毛和鼻子 B 眼睛和嘴巴 經濟狀況 我的答案是B B 鎖定 因為我覺得就是眼睛可能它的 如果經濟狀況比較差的話 可能就很疲累吧 因為一直在工作 所以眼睛就很累 無神這樣子 那如果它的經濟狀況還不錯的話 應該感覺就是很有炯炯又神 漂亮 請介紹 漂亮